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那些比如看起来比较极的数字字母比较酷的短的域名 那价格就会被炒得很高 比如说555.1TH这个域名 它售出的价格高达55.5个以太坊 大约16万美金 别人拿着55域名卖了55个以太坊报复 我只能说看了这个新闻我十分羡慕 我看到一个推特博主说这是一个国内小伙子买的 他购买理由简单就是因为喜欢 跟马斯克买可口可乐一样 就是有钱任性 我们再看一条推文 是个海外的博主 他说自己是酒吧老板 那如果你刚好也在海外的话 而且还刚好在美国纽约的话 你可以凭借了三位数至四位数的ENS域名 到他的酒吧白嫖一顿喝酒 不过有一说一 这算不算是给ENS域名赋能了 接着再看一个新闻 也是影响ENS域名注册飙升的原因 一个web3开原社交协议linky 他们发推特说 对持有ENS域名的人进行空投 有域名的朋友可以去他的这条推特上面留言下 说不定下个讯息就是你 不过话说回来 这种名牌空投的一般都不是什么大猫 就当参与一下抽下热闹 那说了那么多 开始我们注册ENS的教程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你在谷歌浏览器里面 安装好Metamax小狐狸钱包 然后在交易所里面转点ETX 转到钱包里面当手续费 提取网络选择ERC20网络 以太坊主网 第二我们打开ENS的官网 在这里你可以输入你想要的域名 比如说我们现在搜索大帅哥 搜索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域名已经被注册了 那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里面会有一些详细的信息和到期的时间 还有哪个地址注册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域名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搜索 我是大帅哥 果然那是不是证明我就是 大帅哥 别叫我大帅哥 叫我大聪明 点开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 一年的租金是多少 现在来看一年的租金是0.002个以太坊 三年的话它是0.005个以太坊 确认好以后就可以点击注册了 然后链上要交互一下 这样子一个域名就注册好了 注册好以后 你可以选择反向解析 解析以后原本冗藏的地址 比如说那些零叉什么什么之后续的钱包地址 就可以用你的刚注册的短域名代替了 你用这个域名可以用来接受转账 这里我们要说几个注意事项 就是说如果你注册到一个比较热门的短域名的话 它是有溢价的 这时候的注册费用会贵一点 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注册到比较有价值的域名 这里有几个思路 第一个是抢注那些项目方的ES域名 第二个思路 去抢注准备进军区块链的传统企业的域名 那些在门口就差连门一脚的那种企业名字 或者一些明星啊热门的秘密的域名 这些的价值相对比较高 但是比较难去注册 因为这些大家都会去抢注比较绝 有耐心的朋友可以去一个一个试一下 第三呢就是推特上面会有很多项目 很多大王会发起一些活动 类似比如说评论 转发本条推特 留下来的ES域名之类的活动 这种能留就留 反正也不需要另外的成本 就比如说上两个星期 有个项目叫Nation 这个项目就搞了这么一出 就是当时留ES域名的人 白嫖了几千美金 那如果你问博主你又没有留呢 我会说 当然这种好事我肯定错过的 不过总会有下一次机会 视频最后我再推荐两个ES的工具 一个是推特上面的 贩卖报价极限 还有注册极限 就是谁谁谁注册 这个极限就会发个推特 报价极限就是 谁买了哪个域名 他会公告一下 还有一个工具是 ENS批量查询的 在这里你可以批量输出一堆域名 看看哪个没被注册 点进去以后呢 打X的就是被注册了 打勾的就是可以注册的 比如说你想看数字域名注册没有 你可以先拉一个表格 再粘贴进去看一下 慢慢找 肯定能淘宝到 好的那这期的 ENS域名注册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加点赞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